前几个星期呢 我上载了一个视频就记录了 我在要去参加一个活动之前 我整个做妆法的过程 那后来我就收到了一些朋友发来的私讯 就问我说 他们其实很想要看这些专业的彩妆师 他们在上妆的时候呢 他的手法 还有他们用的产品 跟我们一般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呢 还好这个人也没什么优点 就是交友网朋友多 我就找了那天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Quinny Hello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 有关于圣诞节的 所以我们的妆呢 就是不会像你平时 在节目上那么的正式 就是比较可能青春 可爱一点点的 可爱 对 就是 OK好那我们来开始 你会选用什么样的粉底在我身上 我会给你用的是RMK的 国外代购进来的 但是它的粉底的好处就是说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亚洲人 首先呢我会用刷子 大家可以买一把这种刷子非常的好用 然后又不容易有刷痕 你看它是平面的刷 而且呢它的刷毛是很密的 而且很软 而且也没有特别软 对还好还好 对啊 你上的时候你用什么 用什么样的方式上 从上到下的方式放 OK这个上的方法呢 只是针对于你的皮肤状态比较好的 那如果你的皮肤呢 是属于毛孔比较粗大的 那你上的方法呢是打圈圈 这里要注意的一个点呢就是 眼睛的部分呢不要特地再去拿粉底 上到眼睛下方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眼睛下方的位置 皮肤是最薄的 所以呢 而且很容易干燥 如果你放太多的粉的话 你会发现很容易卡纹 整个底妆上完之后呢 选一个这样的海绵蛋 这样整个底妆就是会比较自然 那遮黑眼圈的话 我选的是这个Clear Bepore 大家要记得哦 遮黑眼圈千万不要选 你的肤色浅一号的 因为你黑眼圈的那个位置 如果你用浅一号是完全遮不住的 你看黑眼圈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是遮这个位置就好了 旁边不用 不需要 这样你的眼睛才不容易干燥卡纹 然后黑眼圈才能遮得住 还有一个部位需要遮的就是眼尾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当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然后我会选择一个比你肤色浅一个色号的去做一个提料 其实highlight正确的位置呢 就是在苹果肌两块苹果肌还有额头鼻梁 然后还有下巴 你的颧骨高的话 那你就不要在颧骨这边做highlight 那如果你的额头有一些人的额头也是属于那种很高的那种 那你就不要在你的额头放highlight 定妆要在上眼影之前 因为如果你不定妆的话 你上眼影的话可能你的眼睛就是你画的时候 那个眼影就好像有一点绵绵的 对 就会一大一大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眼影我没有办法把它弄均匀 因为它是直接粘在那个底妆上面了 对所以一定要定妆 如果你真的不想上定妆粉 你觉得好像你的皮肤像我的皮肤就是比较干燥的 我通常来讲的话我很少上定妆粉 那你就可以选择那种cream状的eye shadow 然后选择一把这种小的刷子专门定眼睛 还有一些比较细的部位 放在眼睛下面的时候 一定要把粉这样拍打一下 然后不要放太多的粉在眼睛下面 所有的女生都跟我说 让我的脸修小一点 来吧 好 那修容的部位呢 OK就是颧骨的下面 眼影要让眼睛看起来大有深 最需要抓到的关键比例是什么 如果你想要拉长 那你就要往左往右这边去拉长它 对如果你想要上下扩大的话 那你的眼线就要画稍微厚一点 那睫毛的话你也要选择中间比较长 然后下眼底呢就选择一把比较扁一点的刷子 第二个颜色用的是这一盘Tone 4的颜色 好 接下来呢 这是别人给我的 哈哈哈哈 有牌子吗 Maybelline 哦有牌子 总不能叫一款牌子叫做别人给我的 都可以 都可以 我会再用一个 这种brow halo的eyeliner 我发现你现在是一点一点一点少 我发现你现在是一点一点少 我会在边上边调整 我的下面也是要跟着画一点点深色的eye shadow 你也可以画眼线 但画眼线的话我觉得整个妆就会有点太重了 现在用的是雾色的 对雾面 我想让眼线看起来不要那么硬 所以我就把上眼线加一点也是同样的深 就是那种咖啡色 然后预染一下 今天带这个睫毛就是感觉像自己的睫毛这样子 好呀 正常来说的话我们眉毛的颜色要比我们的头发的颜色浅一个色 嗯 大家会发现现在我的手在动的很奇怪 因为它下面有个小鬼一直跑上来 你做什么 你哈喽 你不是好好的在坐在下面睡觉吗 你坐回去好不好 不要亲自身 什么事情你 对了突然之间一直躲 跟人家玩 好来坐好 那你坐好你不要乱动 那我先给眉毛打底 你改变颜色的 嗯 也是用的 TOMFO的这个眼影盘 其实我觉得 呃 如果当然你也可以去买一个眉粉 那如果没有的话用眼影也是OK的 哦其实一样的 对 是一样的 嗯 那这样子如果直接是用眼影盘来做的话 你的眉毛的颜色还可以跟你的眼睛搭配 对 还可以跟你眼影的颜色搭配 我觉得一举两个又是钱 哈哈 你这么浪费很多钱 哈哈 眉毛呢我用的是Shurimura的 嗯 这支是最经典的 对 然后呢我会用一个染眉膏 哦 为什么呢 因为让它和发色比较接近 啊 所以用浅橘色的部分做打底 嗯 然后清开 整个底打完过后我会再用这个颜色 这个就是很正统的橘色 现在还 嗯还没有哦 要用鱼粉 这个小技巧很重要 鱼粉 扫一下 这样会让你整个看起来气色的超好 因为我们今天的眼影是有一点粉粉的颜色 所以口红的颜色搭配上呢 我就跟眼影的颜色会比较接近 嗯 找一把半径的刷子 把唇边就是面来一下 好 让它不要这么密切 像看上去都比较年轻 我怎么擦面都不可以擦 我想让它的粉红色更突出一点 嗯 嗯 嗯 我说句话好了 是的 但我头发放下来就行了 嗯 然后头发呢 我今天想给你编两个辫子 蛤 蛤 蛤 我一直编辫辫子 对 这挺可爱的 真的真的真的 你有耶 大家可以接受吗 我都知道跟你讲什么 谢谢 今天就要给大家这个新的造型